Hello 各位朋友,歡迎回到高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Normal Hi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大老母 這部跳跳虎高達 我就在我的副帳號都得到 所以就不會用它來做直播 這部這樣的EX機 我自己覺得作為一個 EC8的前期機 我也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這部機體的設計師 就是MS08小道裡面的機體設計師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差不多樣子都正常 好,我們就一齊看看機體 有些什麼料到 機體設計師,大家暫停可以回去看看 我們看看強化清單 Lv.5就是雷射裝甲強化 Lv.6就是格鬥裝甲... 格鬥強化 加上Lv.1那個可以加6 我自己就是用了BOOST的功能 一夜好像用了兩次 加了2000 那就看了 它這部機是地上色性的 我們一齊去看看技能 腳步減震有成Lv.4,很有趣 它很特別的就是有滑翔機構 就是在空中移動的時候 它真的會遲很多才去到地 因為有這個技能的話 它這部機的整體移動的模式 它的操控與其他機很不同 所以在操作上是有些新鮮感的 我們稍後再講一講 急煤有Lv.1,有防爆 其實它就不是一部打擊機的技能 如果有就更加好 有高性能平衡 格鬥連擊這些全部都是Lv.1 那空中格鬥的控制 只有副格鬥 下格的飛腿才有 盾牌衝撞 但是會增加 但是又不說效果是增加了多少 所以我都傾向不太用這個攻擊模式 另外高性能雷達又去到350 其實多少少不太多 EX噴射我也不是太建議大家用的 它只有6秒的提升 我自己就試過用一個叫做 不是這個 我自己就試過用一個叫做 什麼裝備呢 對這個 什麼非正規 什麼異常狀態加10% 那如果是加6秒它加6% 唉唷 6秒它加6% 那應該是6.6秒 那又真的很少 而且我用完之後發現 其實都是沒有加到的 而且最大的罪名就是EX噴射 那個 overheat的時間真的頗長 所以我自己就不推薦使用了 而這個戰術推進呢 其實是要配合滑牆機構用的 那所以呢 為什麼這部機叫做跳跳虎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技能 那我可以跟大家看看 在跳躍狀態的時候呢 可以增加那個移動速度的 那還有它那個吞進器的燃料消耗會減低 那所以呢 令到這部機呢 在那個移動的模式方面 大家是要習慣一下 那講完那個體質先 那這個繁用機400COS呢 它的能源 那個血量呢 因為4500呢 其實是算低的 那而那個防禦力呢 不算特別低 但是是格鬥防禦是真的偏低的 你看它的裝甲都知道 一塊塊好像就脫掉就脫掉 那這樣 那攻擊方面呢 它就是尺寸格鬥的 而速度呢 步行130來說是算高的 而高速移動呢 雖然它是有190 190本身是偏低的 那再加上呢 它的推進器呢 是偏少的 那所以呢 一會兒我們測試呢 都會給大家看到 這部機的高速移動來說呢 是真的不是太行的 那回船來說呢 都算OK的 那看完武器了 那光槍呢 就是130 真是偏低的 這個光槍真是偏低的 雜速3秒 不快的 那但是呢 要雜速完之後才可以 打停退手的 那所以這支槍呢 是比較難用的 那另外這個 頭炮呢 一會兒會試啦 彈數偏低 那個Stun是有的 但是連射速度也是偏低的 那 那唯有呢 如果要打停對手呢 真的要靠這支火桶了 那它冷卻時間6 裝填時間12 都是一般 那 那 而重點呢 反而是這個 這個拳頭 那剛剛那個連擊呢 可以做到 兩下 重點呢 是 這個普通的N格 或者是橫格 可以 叫做強貴 那下格呢 就變成了 很遠很遠的飛退 一會兒再說 拿去逃走 那 而這個 麥林炮呢 它就是 連射速度是非常高 傷害也都非常之不錯 的 彈數有60 不錯的 但是呢 是打不停對手的 好奇怪的 那有個盾牌 3600已經是很多的 那 就是這樣 那 快捷鍵呢 可以看看 我是怎樣設定 一般我那個 斗槍呢 我放在這個位置 那 兩個射擊武器 就是 擺在正方 主射擊武器 和交叉就是這個 火桶的 那 而那個斗槍呢 斗槍呢 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 不是這個 這個 斗槍呢 就可以一邊走一邊射的 這個也是優點 就cover了這個 不能夠打停對手的缺點 那 我就裝了些什麼呢 那就 格鬥為主 當然是放過格鬥的 程式 格鬥一個這個 就一加 是加13 就是相當多的 那 它血量是不夠的 那 所以就加了這個 這個 level 3 的新型骨 那 那 同時 它那個 格鬥防禦也不夠的 那 level 2 都不夠 再加多個level 1 level 1 都是加3 那 total都是加9 那麼大把 叫做平均一點 現在 overall 那個格鬥 overall 防禦是 平均一點 那 還有呢 特別要留意 它這隻腳都容易斷的 那我在實戰過後 就 裝了這個腳甲 那 這個 格鬥 的 程式 都是叫做 撕下牙 其實這兩個都是撕下牙 那 好 那我們就去 實戰一下了 還沒住 我們先測試一下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們先試一下移動 那 正常來說 應該 起碼都要過一半 那我們就 boot 那 其實呢 我這部機 就沒有加到什麼移動的 大家看到 就 一半 其實都不夠 只是去到大概四點 五點都不到 那 那 都 都 真的 算差的 那 我剛剛就說呢 這部機的移動方法 就和一般已經很不同了 那 所以呢 現在就要用一個跳跳虎模式 都不夠 怎麼搞啊 好啦 因為這部機的移動模式 和一般有點不同 我先來做一個直線的移動 給大家看看 做一個基準 那 那這部機呢 都是僅僅呢 夠過這個直線距離的 那 如果用跳跳虎模式呢 它的移動距離呢 就會遠很多的 不過呢 它有一個操作技巧的 要在落地之前呢 去按那個跳鍵 你才可以發動到這個跳跳虎的 那 那 那 如果它有一些高低起伏位呢 你按的時間不對呢 也都會令到你的移動距離有影響的 所以操作難度呢 就是有點高的 那 我們看看EX噴射可以走到多遠 只有六秒鐘左右呢 感覺上 其實是多過普通的移動 一點點而已 EX模式底下呢 是可以急回的 但是呢 跟普通的模式一樣 急回了之後呢 就整行氣呢 就全部沒有了 而且在EX模式底下呢 我自己覺得 感覺上 那個回氣的速度呢 是更加慢的 而EX模式你啟動了一次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再啟動了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入遊戲的時候呢 可以先開了這個模式 跟著呢 用了它呢 那就不會突然間好像 影響了你後來打機出擊的時候的行動了 那 和大家看看跳躍的滑場 都有很久的時間的 不過呢 就 不可以在空中再加任何動作的 而這個空中格鬥呢 是這樣的 試完這個跳躍射擊 插槍 空中呢 是可以射到的 火桶空中 都是沒有問題 頭炮當然沒有問題 而格林炮呢 就不行了 So sorry 好我們試完武器先 換武器的速度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火桶呢 其實都幾來下的 那尷尬位呢 就是 這支光槍呢 換的速度是快的 但是呢 就打不停敵對手 但是打得停對手的火桶呢 就會比較慢的 主炮派在射擊是ok的 火桶派在射擊都沒問題 麥林炮派在射擊都ok 頭炮就不可以了 先試一下距離先 原本350的雷射槍呢 插槍之後呢 其實可以達到大概400左右的距離 火桶大概350就已經是盡了 而格林炮呢 就再短多一點 300左右吧 都是一個有效射擊範圍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打完整排子彈呢 他的身值都不會太高的 即是打不停對手 反而頭炮都可以的 不過他的連射速度就偏低了 特別要跟大家試一下 那個格鬥的攻擊範圍 先來N格 是打不中的 至於橫格呢 要去到一部機的距離呢 才可以打到對手 至於橫格呢 要去到一部機的距離呢 才可以打到對手 副格的武器來說呢 因為拳關係 他距離會短一點 不過呢 他就可以做到一個 接近重櫃的效果 而左右的副格呢 大家要留意 如果是右格的話 就會用盾 左格就會用拳的 但是他的範圍呢 也都不太大 至於這個下隔呢 那個距離呢 那個範圍呢 就差不多了 下隔的距離呢 就相當遠 我們試一試 在這個距離呢 都能夠打中的 遠一點呢 就未必得了 大家就要特別留意 還有呢 這個冷藏的時間呢 都是比較多的 那要 是立刻落完這個下隔之後呢 就要走的了 現在呢 就試一下 串燒三兄弟 跟著呢 就要跳走的了 如果你真的要串燒三隻呢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至於連擊那方面呢 大家可以插槍 再落格鬥 或者是火筒再落格鬥的 但是 我自己都在實戰那裡試過 插槍之後呢 是不夠時間落火筒的 但是有些個別 那個回復速度比較慢的機體呢 才可以用插槍再加火筒去搏的 既然這部機體有 雙格鬥武器 就當然要練一下連擊啦 那這部連擊呢 其實都挺困難的 那我自己拿那個時間呢 就是兩下都再落一下 拳呢 那個時間就會合到 不過呢 那一下拳呢 就要好準啊 打得 那最後呢 再做多一個下格的飛腿呢 那就可以走路了 那啊 都幾難搏的 大家都要練練啊 好 我們來實戰看一看啦 那一開始的移動呢 都講過了 移動方法不同了 就一定要好像跳褲一樣 但是始終我覺得 距離都不是那麼大 你看那部鬥狼呢 快動了 那這裏呢 有一部自然技 就是我講的那種呢 可以吃一下光槍 再吃一下火筒的那種移動機 夠打完場式 那個呢 就 那個背脊呢 就被人追逼緊啦 但是有跳不過去那一下 該死的 那現在呢 就 我都轉了跳跳虎 這樣跳過去啦 可以落到多一套 那麼巧就打倒這隻移動機 那再用跳跳虎模式 打不中 再跳過去 又打不中 好幸好還有一個飛腿 後跳之後呢 再落下下格 這個也是幾常用的攻擊 那斬停了之後呢 那再落火筒 不過即是不夠他快啊 他那個姿勢 好啦 這個距離一夜踢中 再後跳下格 不行啊 不是說我打不中 是被這個動棍打停的 那這裡呢 等了一陣子之後呢 咦 好像太陽出來了一樣呢 就有個飛機飛出來 咦 原來就是那架資料機的 真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被我呢 吵炮打停了 那這裡呢 就愛跳跳虎 那個移動模式呢 其實都幾可愛的 那不過呢 有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被人捉到你的軌跡 那就是捉你痛腳 那個落地呢 經常都會被人打倒 那所以就說要裝回腳甲了 那現在呢 這個我就是 突擊機病發作 經常看到支援機 就拿到他 那現在不打了 打回落下 下面這一隻 那這一隻應該就沒問題的 插上槍 那但是呢 現在新類人 我那個感知上心 知道後面有人 所以打了這個 不過呢 你見到呢 插槍打敵人呢 落下格 走過來砍他 是不夠時間的 反而火筒的時間 就會多一點 那這裡呢 就用回火筒 不過他都很聰明的 知道呢 我Ready Time 火筒那個 準備時間長 這個呢 就很巧妙 因為我避過了 他們兩個夾擊人 不過可惜呢 這一刻呢 其實我應該是要用 那個下格 或者是飛走他 太亂戰了 這個時候呢 所有銅門都已經死了 我已經死剩了 我已經死剩了 我都隔不到很久了 好啦 來到這裡呢 大家看看 這一下呢 我被人射中 真的厲害 對面那個敵人 在個洞裡射過來 那我見到頭頂有敵人 那我當然去了解一下 那原來呢 又是這一部這樣的支援機 那其實就不應該我來的 那 不過就頂住先啦 那等騎克西呢 看我不可以上去 不過他都不幸運 我走來走去都打不中我 那但是騎克西呢 都搞笑的 又飛不上去 他飛到那一下呢 人家都走了 那再來 叉叉槍 咦 不過就差不夠啊 差了半秒 就沒辦法打飛機打下來 那那邊又太遠了 那去回打支援機 那 見到這隻手了 不過呢 他的槍頭呢 已經撩了出來 那沒辦法 嗯 可惜那個 光槍呢 的攻擊力呢 是真的差一點的 那打了一邊呢 就另一邊吃了人家的 重擊 那好彩我那個 防禦呢 就加了 那都頂得下 那這裏當然是追著他啦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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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大一點點 下火桶呢 就已經是 打停了我 好 這個位置呢 也是這部機的另一個問題 缺乏打停的武器 我這裏呢 用了火桶之後呢 再想去打停 就已經是 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你要插槍 插槍 插槍是說要三個子彈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嘩 他要走 那裏那裏沒有了 那我打這裏呢 交給一隻支援機就算了 這裏呢 在墜落的時間呢 打停對手 但是 人家都沒有時間 就用它走的 那唯有先打著 一隻 打擊機先啦 先插槍 那是會有用到的 應該說插不到槍 但是火桶呢 就真的幫到手 但是呢 又是這支光槍呢 攻擊力不夠 結果呢 都要靠火桶的爆弓呢 去打停對手 那這裏呢 就是表現到 這支光槍呢 是幾這麼尷尬 你看射到第三槍 始終那個連射速度不夠 是呀是可以三槍 但是 不行咯 那最好呢 都是這支 盲炮呢 就可以幫手收到頭 不過不是我收頭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維持戰線啦 那看一下 怎樣打啦 這邊呢 就打中盾 就爆開了 他就打中我的腳 我有點痛 他想著用火桶射我 但是爆中自己 但是呢 這麼傻的東西呢 不只是人家有的 我也有的 很快呢 就輪到我了 那這隻就打不到啦 後面呢 已經是暈眩了 那一下傻的東西呢 就在這裏出現了 打一條樓梯啦 不知道為什麼我是 手殘還是怎樣 那我通常被人打平呢 結果呢 都是輪到我 那樣的漢堆 好了 來到這個形勢呢 都算是OK 又贏得不太多啦 那已經來到這裏呢 就圍著 借資源絲來打的啦 特別留意啦 這把刀呢 就不是很長的 結果呢 他可以刺到一個 真的超距離的地方 我都不太明白 今晚呢 又是他看到 這裏最大跑 那就可以做多一套 那就可以收到一個提 這個呢 火桶真是 準備攤得久了 不過呢 幸好有這個 又收頭了 但是呢 如果真的給多 兩秒左右 我做多一套呢 那我就覺得 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好啊 那這一場呢 都算是打得不錯的啦 真的呢 打得壞的那些呢 不夠膽拿出來 出來給大家看 那這一回合呢 我就是 拿三個小條冬軍啦 拿了第一啦 算是OK滿意的 那總共的分數呢 是有 欸 我怕是四百多的 好啊 今次呢 機體測試賽間懷 實質的一場呢 就來到這裏 希望各位喜歡啦 那喜歡呢 就給個like啦 還有share給朋友看 好啊 那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